欢迎收听于阳为您播讲的长篇小说《载质天下》 请听第五百三十一集 赵须微微一笑 韩清所言在理 转过来对三名载质道 不知朱卿有何推荐呢 原将道 后生司若已以军器兼力 当已两制一煞 侍从官判私事 全后生司当也得侍制一煞 韩刚用眼角余光 瞥了这位比王安石资格还老的新执政 虽然有自己挡在前面 但后生司的差事做得好了 名望功绩都不会小 而且做起来似乎也不难 眼下只要派人下去 传授重斗之术就可以 是块难得的肥肉 想要的人自然不少 但如果抢了 得罪的人会更多 这是老狐狸一个 只定下框框 不去得罪任何人 吕慧清想要这个职位 但亲赴他的官员品级都不高 市制这条底线就彻底给挡了 至于其他人选 吕慧清不觉得自己有必要 为了他们而得罪更多的人 也只能暂且保持沉默 还请陛下示之 三指相公请天子来发话 赵须想了一下 就安涛吧 他刚从高丽出使回来不久 应该还没有新差遣 陛下 王规为难地说道 安涛前两天已经定了 判将作奸 偷眼瞧了赵须一下 不过还没就任 改判后生私事 赵须爽快地敲定了 安涛的新职位 对韩刚报 安涛是个难得的老成之人 算是正合适 吕慧清眼神闪过一丝惊矣 怎么看起来赵须对韩刚的话 这么放在心上 王规这时已经捧护弯腰 臣遵旨 陛下 等王规直起腰杆 元将就跟着道 后生私心力 事务反武 官力未定 光是一判本私事远远不够 本私判官也当先行定下 以便能早日恩责百姓 说的也是 赵须点头道 就从中书武房中挑一个人来当刚好了 元将文言神色一将 只是瞬息之后就又变了回去 韩刚全都看在眼里 嘴角微不可查的向上翘起了一点点 元将很明显的是看上了后生私判官的差事 这个位置需要的资讯阶级都不高 相对而言权位却很重 博取功劳的机会并不比判后生私事的主官要差到哪里 是个升官的捷径 自然比判后生私事更受欢迎 可赵须却不动声色的就将条件画了下来 想必知道元将打算推荐的人选并不在中书武房之中 不愧是做了十二年的天子了 韩刚想着赵须有了十二年的皇帝经验 已经是对朝堂上的明争暗斗有了精巧的控制力 对臣子的小算盘许多时候也能看得一清二楚 吕慧卿本也想说话 提议一个他十分看好的年轻人 没想到天子的一句话就给挡了回去 想了想中书武房中的各方简证公事 有两个是他的人 但只有一个位置 权衡的利弊很干脆的放弃了自己的机会 等到元将和吕慧卿将视线投过来 王规才说话道 权简证中书旅房蔡经 学识优良 才具过人 当能试任 韩刚听到这个名字 心中立刻风起云涌 几十年后的奸相 终于现在走上舞台了 不知他什么时候转的金官 竟然已经进入了中书武房中 按不知是谁人的说法 大奸大鳄之辈 必然是有大知大勇 西宁三年的那一颗近视 蔡经算是爬得很快了 蔡经 赵虚回忆了一下 倒也没费什么力气就想起来了 前些天才见过面 他的字写得不错呀 承到赵虚面前的奏章 贴簧以及公文上 经常能看见蔡经的手笔 赵虚也知道中书之中 有个善书法的 至于蔡经本人 尽管仅仅见过两面 但赵虚对那位英俊不凡的青年官员 还是很有些印象 他问着王规和两名参之正事 蔡经此人如何呀 原将眉貌微皱道 财学或如王相公所说 可他仅仅是金官 而且是前日刚刚转官 若依军器兼力 判官当也由朝官担任 或资深金官 赵虚打断道 事有从权 既然才具不差 当然是个好人选 四位清家 你们的意下如何 觉得呢 天子都这么说了 吕慧卿和原将那里 还能有什么意见呢 韩刚也没有意见 只是他是作为旁观者 觉得赵虚似乎是 越来越独断独行 再看看王规 三指相公和独断独行的天子 是相辅相成的 一个巴掌可拍不响 定下了后生司的人事安排 其内部的事物 韩刚不插手 也不便插手 又听赵虚和三位载职 讨论过后生司 衙门的位置 和内部官员的人数定额 将大部分事情给敲定 韩刚便从重征殿中告退出来 接触到殿外清冷的空气 韩刚总算是放松了下来 也算是解决了一桩心事 过两天后生司的衙门就开始运作了 多半还会跟蔡经打几次交道 回到驿站的后花园中 属于自己的小院 里边没有什么人气 方兴礼界多半是防友去了 但同样进宫 为太皇太后等人 展示如何重斗的李德新 比韩刚还要早一点回来 见到韩刚 李德新连忙行礼问候 算是见过了太皇太后了 韩刚坐下来笑着问道 李德新点点头 小人进宫后 太皇太后 皇太后 皇后都来了 看小人给一名小宫女中斗 哦 韩刚拖长的声调 证明他对这个话题 似乎有些兴趣 太皇太后他们怎么说 李德新道 只是夸奖龙徒的时候为多 小人则沾了龙徒的光啊 也就是得到了赏赐了 太皇太后赏赐给人的分量 从来都不少 而且太皇太后给了赏赐 其他如高太后 相皇后都会硬个警 还说什么时候开始给六皇子中斗了吗 韩刚继续问道 没有 李德新摇着头 今天他举宫中仅是展示众斗的技巧 并没有提及给不给六皇子军国公众斗 他正色起来 不过太皇太后也问了香州众斗的情况 尤其是腰折了几名小儿都详详细细的问了一遍 韩刚也变得郑重起来 追问 你是怎么说的 小人按照龙徒的吩咐 一切照实说 中斗之后死了两名小儿的事都说了 中牛斗算是针对天花的特效疗法 但并不代表中了牛斗之后就会百分之百的安全 吃饭能噎死人 喝水能呛死人 这门技术肯定也会有意外 总有一个两个运气不好的 或许是对牛斗过敏产生的并发症 或许干脆是无关的病症正好撞上了 在李德新上京之前 他领导的队伍已经在香州给近万名小儿中过斗了 有两名意外身亡 比例已经很低了 没说其他的吗 比如说中斗一定能成功 李德新摇摇头 不敢多言 没有哪个医生会大包大烂 说自己对治好患者的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肯定是事先说些没有把握的话 出了事也好开拓 若是成功了也一样能分工 李德新是吃过大亏的人 什么话该说 什么话不当说 有着鲜血的教训 韩刚也正是欣赏李德新的这一点 才让他负责中斗之事 天花是重症 得了天花的小儿少说有一半撑不过去 不过牛豆出现之后 没得的至少能通过牛豆 不再受天花之苦 但中斗多多少少还是有那么一点风险 宫中便不敢拿六皇子来冒险 韩刚倒不是太在乎 按韩刚的说法 牛豆本就是比人豆要安全 先是重痘之后 从人身上取牛豆豆浆出来做疫苗 这样的轮回已经反复多次 若是还死人 虽然比例极小 总会让人在重痘之时胆战心惊 牛豆都如此 人豆的危险性就可见一斑 这一事实 让天子或后妃在责怪自己之前 可以好好想一想 更是韩刚的一个借口 不过韩刚也不会靠着这点小事推卸责任 将宫中之事放在了一边 韩刚笑道 透顺青如今正住在京城 说不定还担心你记着旧年的恩怨呢 李德心摇了摇头 过去的事就算了 这是龙徒当初教训小人的话 小人一直紧记在心 你能这样想那是最好了 韩刚很满意李德心的回答 过去的旧院的确没有必要留着 因为当年窦姐做的蠢事 窦顺青被连累的夺官两劫 不过他在军中的势力身后 用了七八年又生回来了 还求了天子的恩典 从武职转为文职 如今正在京城中担任公关室的闲差 尽管品级还是正三品的高官 但对线下正当红的名医李德心 他连句重话都不敢说 而对于韩刚 窦顺青更是只有躲着走的份 韩刚估计过些天 他就该自寝至室 回向州老家去了 这京城可不好再留 过两日你认祖归宗 到时候收拾收拾 回家里去住 兄弟之间不管过去有什么事 如今也不要放在心上了 韩刚又说道 李德心是铁面相公李士斌的幼子 当年来认亲 却被他的几位兄长给赶了出来 但以李德心现在的名望 不需要韩刚说话 他的几位兄长都是主动上门 求着他认祖归宗 小人明白 又叹了一口气 李德心遗憾地说着 若是求师能来就好了 小人一直都想侍奉他老人家左右 天子本玉给李德心赠官 李德心本来打算推辞这份官职 请求转给他的老师求一文 求一文在和黄拓边时就有了一个衣官的身份 但不是正经的官职 如果有了正式官职 求一文的晚年也能过得更好一点 可惜李德心被授予这份官职的理由 是朝廷承认了他李士斌儿子的身份 将印补的官职给了他 而不是中斗的功劳 要是奖励中斗 可不能跳过韩刚 因补的官职只可能给族人 不可能给外人 这让李德心很是遗憾 你有这份心就足够了 求老将你当儿子看 看到你如今功成名就 会比自己做官更高兴 都是龙徒提携 你若是没那个能带 谁提携你都没有用 这些感谢的话 韩刚听得也厌了 话也不多说了 你下去歇着吧 过些天专门负责厚生司 就要成立了 里面少不了你一个位子 到时候有的是要忙 韩刚就这么闲了下来 上门拜访他的并不少 多是想帮家里的儿女 早一点能种上牛豆 让李德心也一通忙活 而且也不知为什么 经常的就有人写了短简 让仆人一起连着礼物送来 然后就等着韩刚写回帖 得到礼物 按道理就该写回帖 就是不收 论礼节也得写回信感谢 一天总有十几起 两三天下来 韩刚就觉得有哪里不对劲了 叫了随身的半党出去打听 他派出去的半党 是个很伶俐的小伙子 才十七岁 其父伤了腿后投入韩家 连信儿都改了 算是韩家的家生子 他名字很威风 在忠孝仁爱 礼义廉耻八个字都用完的现在 代表着另一桩美德 龙徒 打听到了 打听到了 没过多久 活猴子一般的半党跑了进来 外面都说龙徒的签名画鸭有安胎的功劳 只要烧成灰浮下去就行了 啊 韩刚就这么愣了半天 自己在民间被神化 的确是在他的预料之中 包拯能日审阳夜审阴 韩其病逝 大兴落于亭中 他韩刚做了那么多事 跟神仙挂上钩根本不出奇 但变成他的签名画鸭能安胎 这就未免太可笑了 龙徒 半党嘻嘻笑着 小人的魂家也快有身子了 看在小人一向勤紧的份上 赏给小人一个压宅的吧 年终封红包 你那一份看来是不要装东西了 只要我签名画鸭就够了 是不是啊 半党舔着脸笑道 龙徒是天上的星宿下凡 签名画鸭都是能振邪的 有了这宝物 没钱也甘心啊 韩刚无奈的摇了摇头 他带家人一向宽和 倒是不怕跟自己开玩笑 麻烦事的确不少 天天都要回好几十份拜帖 但来拜访他的高官却不多 与他交好的张纯 正被御史台弹劾 只好渡门不出 可能是受了韩刚的牵累也说不定 在弹劾韩刚被天子阻止之后 他们的精力就转到了张纯身上 看风色 不久之后张纯很有可能要出外 而另一个关系不错的苏颂 担任全职开封府的他 则是陷于一桩人伦大案 而无暇分身 说实话 世母案在这个以孝治天下的时代 的确是很耸人听闻 又是世社载府 牵连更多 其他人则基本上都知道 韩刚现在的情况 暂时都在观望风色 韩刚对此则是复之冷笑 他的形势 的确触到了天子的逆临 不过天子眼下唯一的一个儿子 却也攥在他的手中 这可以算得上是人质 没有什么好怕的 而且只要在赵须看来 自家的亲弟弟的威胁性 比韩刚更大就可以了 话说回来 他韩刚一不带兵 二不秉政 能威胁到皇权的 也只有雍王赵景 因为当年之事 韩刚与雍王截下的冤仇很深 基本上可以这么说 如果雍王登位 韩刚必死无疑 不论是被病死 被自杀 还是别的原因 肯定是一个死字 全家也都不会有好下场 故而所有的朝臣中 最热心保护皇嗣的 只会是他 最希望赵须的儿子继位的 也是他 这样的人 又怎么会故意拖延 不上脚有效的一方 最后让皇嗣不得及时 一致而死呢 只会是为了能让一方更加安全而努力 这么简单的逻辑关系 会有人想不通吗 也许吧 可亲手将弟弟赶出皇宫的照须 要是想不明白 未免就是一个笑话了 但他心情总不会好 就是了 不过只要皇帝不认为自己是心存恶意 他的心情好不好 韩刚倒也不会太在乎 自命正直的士大夫 有几个会在乎天子的心形呢 做皇帝的也该习惯了 韩刚有的事正经事要做 在他进京之后 没有两天就传出消息 要将原本合为一路的 京西转运司 重新分为南北二路 到时候 韩刚的京西转运史之职 自然也就不复存在 这件事情很快得到了确认 赵虚都向韩刚询问了 他对分别在洛阳和乡州的两位 转运复始的能力和品行的看法 基本上可以确定 因为在湘汉曹运上的功劳 他们将各自被扶正 分别统辖京西南路和京西北路的转运事物 只不过湘汉曹运不归他们管 连同需要继续开挖的方程山渠道 新成立的湘汉发运司 负责所有与湘汉曹运有直接关联的事物 不过眼下 刚运因为隆东而中断 发运司据说要到明年元月 才能正式成立 但从京城的传言中 第一任发运史多半会是审阔 而方兴李介都会在其中任职 至于韩刚 他的差遣就很难定夺了 出外是不可能了 但在京城中 以他的关节贴质资序 在梁府中任职早就够资格了 汉林学士这一集的两制官 更是绰绰有余 不过韩刚不指望自己 能有什么实权差遣 肯定是要消停几年再说 汉林学士是文学高选 就是不肩知之高 也即是不用草召的不在院学士 韩刚也不好意思去做 担任公关室养老领肝凤 韩刚更是还不到年纪 他估计自己多半是去重文院 读书看报 整理文读档案 磨个几年性子 这也是韩刚所希望的 之前的十年他走得太快 正好可以停一下歇歇脚 培养一下根基 而时间多了 也正好放在学术上 刚才您听到的是 俞阳为您播讲的长篇小说 《载之天下》第531集 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 《载之天下》第532集 《载之天下》第532集 《载之天下》第532集